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啊 没有看到他们的万了 最近只在传奇不客的常规赛啊 短暂的露过面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期 他们的万在哈斯勒娱乐场的 五家牌啊 好那么先来看这第一手牌 同样是很久没见的三级头老高啊 他们的万七八黑桃 面对老高的三败 推回了四败 老高对上这位传奇牌手 还是有压力啊 但是呢考虑到有位置优势 三五草花还是可以打 尤其是翻牌面看到A和K 而他们的万如果真的给自己机会的话 那么老高还是有胜算的 翻牌二十四三张方块 翻牌面对于老高来讲 其实还算不错 给了老高一个双头顺的定牌 而且这个大画面 如果他们的万没有方块 那么老高肯定自认为是有胜算的 多往翻后开枪 两万五的坡 下注一万六 来扮演一个超队啊 同样是希望如果老高没有方块 可以直接负给自己 两人后手的筹码量超过十万 这手牌操作空间很大 舞台很大 就看老高怎么利用了 这是被他们的万这个自信的眼神给吓退了吗 好吧 第一手牌有点短 咱们直接来看第二手牌 他们的万八十不同色在翻前 后卫加注到两千二 同样还是老高 就勾不同色选择了跟注 翻牌八十勾 老高拿到顶对和一个双头顺的定牌 先手check 他们的万后卫八十两对 下注三千三 这手牌老高有足够和他们的万玩下去的理由 平阔并不着急 转牌一张黑套二跟牌面完全没有关系 老高继续选择了过牌 甚至没有想在他们的万身上去找寻一点机会 这样的话他们的万还是可以继续去打价值 只要躲开比如说合牌的一张九或者一张红桃 这手牌他们的万很难被翻 第十一万一下注八千五百刀 看起来多安哥想在这直接收持了 当然如果老高真的是顶对大踢脚 他们的万也不介意多拿点价值 老高还是跟了下来 合牌一张十 他们的万拿到葫芦 而老高这手牌连续的过牌跟注 为什么叫他三级投老高呢 因为呀投太铁呀 这种牌面他们的万再开一枪老高 还是有可能会支付的 看看合牌的下注额度 底持三万刀 正常打价值的话一万左右 他们的万做了一个三分之二波的下注 这个下注就有点眼的意味了 还是希望可以让老高啊 来抓自己去装的一手bluff 郁闷的老高一直在被他们的万啊 牵着鼻子走啊 也很难受啊 揉了揉眼睛 看起来也是打累了 这种状态之下 支付的可能性啊 还要再打上一个折扣 他们的万再下一撑 继续来往下看 大飞于Chris 看到位口袋8 加注到了2200 老高二四红桃跟注 他们的万三六红桃跟注 翻牌圈钩六三张黑桃 只有Chris手里捏着一张黑桃 而且不大 Chris后卫正常打 三分之一破的下注 老高直接走人 他们的万中六 选择了跟注 转排红桃一死 他们的万看起来啊 对这个底池 好像不怎么感兴趣啊 秒check 但是 转排Chris也是一个秒check 最终合牌 一张草花十 牌面单K成顺 Chris转牌的过牌啊 给了他们的万机会 底是一番二 他们的万还是做了 三分之二波的下注 他们的万这样的牌手 只要你有一条街的示弱 他就会抓住机会啊 给你来上一个反击啊 除非你有强牌 否则很难应对 但是Chris 这手牌要干掉都王了吗 有勾有圈有Ace 而又一个单K成顺的牌面 抓到了他们的万投机啊 说好是多王哥的极紧 但是好像并不代表每一手牌 他都会赢了 继续来往下看 老高的口袋K 三败到了八千 这是他们的万的open race啊 A圈的一千两百刀 被推回来 他们的万还是接住了 包括Chris的A10都没有走 Flop圈五七彩虹面 哎呀 他们的万拿到TPTK 但是老高的一对K 估计要乱杀了 两万六的坡 老高下注一万六千刀啊 这个下注 真的很直接啊 代表着有圈 那你就跟住啊 没圈 你就赶紧给我走人 把底持啊 直接让给我 他们的万中圈 这肯定是要去扣的 直接加注吗 没有 这阵牌桌上的解说是谁呢 听着好像Nik Nituci DGF吗 转牌一张红桃石 这张石对他们的万来讲 没有任何的帮助 解说说的也很到位啊 多安哥的胜算从11%掉到了6% 而老高呢 转牌开始示弱了 他了解他们的万 他知道他们的万喜欢进攻 那我给你机会 但是多安哥这手牌 还是有摊牌价值的 转牌也可以不打 原姐说难道已经在默认 他们的万是要开这一枪了 他说老高这是肯定要做一手 而他们的万呢 也确实开出了这一枪 底持五万八 他们的万下注两万八 他希望老高的示弱是真的没牌 怎么感觉这手牌 哦天呐 天呐老高 不会是要拿到double了吧 反手推出欧印 他们的万始料未及 底持现在16万5000 他们的万需要跟住5万 哎呀 这手牌如果他们的万考虑到 自己是对上一手k圈的话 我觉得多安哥可能是要去call的 问清了对手的下注量 他们的万的顶对还是call了下来 跟老高商量着 发两次牌啊 几次牌也很难啊 6成 哎不对 0.6成的胜算 一成胜算都不到 好 那么来看背头哥的手 合牌 一张方块4 一张黑桃5 他们的万并没有拿到自己的奥斯 一手牌啊 输掉整整10万 好 继续来看牌 这手牌Ludercris A勾 在枪口位啊 三败到了一万两千刀啊 而他们的万又是一手 怎么说呢 即便中k都要去担心踢脚的牌啊 只能凭借着一手黑桃来反向拿价值 早期的WM排技完全没有现在那么成熟啊 石钩方块选择了跟注 他们的万也搁了下来 当然了 投机商人Chris 口袋7又怎会错过 翻前一个大地石啊 49,000刀 三张黑桃 又是来自背头哥的手 这回他们的万总算是拿到了一手好牌啊 一手添纳斯花 直接拿到纳斯很难输啊 而且牌面又有ace 可怜的Ludercris 可能要给他们的万送上一份大礼了 翻后Luda正常打 一万四千刀的下注 他在寻找着一张黑桃 大布兰卡K的顺子听牌啊 三张黑桃的牌面啊 不躺这滩浑水了 别着急他们的万 只需要跟注就好啊 Luda Chris也是一位激进的牌手啊 绝对不亚于他们的万 平坡 Chris肯定要走 那么 转牌很关键啊 一张黑桃能给Luda省点钱 真是一张黑桃 那这样的话Luda肯定是不会再下注 但是话又说回来 他们的万可以继续开枪 而Luda Chris会相信他们的万有黑桃吗 过牌 合牌 一张草花十 这回轮到Luda Chris表演了 如果他们的万拿的是什么 黑桃8黑桃9 或许Luda会认为啊 那自己啊就有机会赢下这个底池 要开一枪送走自己吗 最终Luda Chris这一枪还是开了出来 想法是好的呀 但只是可惜 这手牌Luda Chris啊 真的是撞上了一辆火车呀 他们的万的黑桃K足以致命 而独王这个时候呢还在演 眼睛不停的在瞟Luda Chris啊 希望Luda Chris可以捕捉到自己面部的表情的变化 可惜Luda似乎并没有把眼神啊 放在他们的万身上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没必要再演下去了 直接一个win推出来 好吧 看起来他们的万心里啊 有一块表 必须表要走一圈 他们的万才会推出筹码 反加到了 不重要了 而赢了牌的他们的万 并没有像很多牌手那样啊 比如亮出自己的一张黑桃5 或是一张黑桃K 他并不屑于出风头 想知道他拿什么牌啊 还是自己去看视频吧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